嗨 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周四的老王复盘节目 今天的行情正如我们昨天预计的 最近我做了不少的视频 从周一的周日的这个突发 一直到昨天给大家分析 这个大盘要疯狂的一个冲高 不知道有很多朋友说 老王你总喜欢用一些突发 或者这个劲爆这种观念 这种观点 这种标题好像是有种 哗众取宠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重大提醒的话 我需要提醒大家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老王 从周日到现在给大家做的一些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周日 把疯狂老王直播 机构资金金接近去年顶峰 夏日暴场行情一触即发 然后呢 周二周一呢 然后呢我们看到呢 周一呢疯狂老王 纳斯达克冲破关键守门员位置 20年一批的老年痴态症 BIB潜力巨大 我不知道 因为我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个粉丝啊 美女啊 他问我为什么那么看好BIB 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那个是真正的机构的资金啊 在玩这个票 所以呢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看好的吧 那么昨天呢 给了大家一份华尔街投行的言报 告诉大家 基本上这个华尔街投行的言报呢 和这个今天的数据呢 差不了多少 也就是说 今天华尔街的另外一个言报呢 是这样讲的哈 他说 他说May CPI course Price change not inflation That that going gets going in 2022 他说五月的CPI呢冷却了 价格变化而不是inflation 好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股市呢 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上涨 当然除了这个标普之外啊 除了这个道琼走的相对来讲比较弱啊 因为啊 十年国债的利率呢 开始下滑以后呢 使得这个 这个纳斯达克呢 表现会非常非常好 因为纳斯达克就是在低利率特别的有利啊 而是在高息的情况下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银行股呢 就会有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今天银行股领跌 随后带动这个地产板块啊 等等出现一定的下跌 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呢 有一篇非常啊 通俗意读的文章 就是详细的分析了 这个CPI数据的里面的一些啊 非常重要的一些component 来给大家分析 为什么有一些啊 这个价格啊 是啊 暂时性的 而一些的下一两期的这个 CPI数据是 怎么去看啊 那么根据这个 华尔街日报的一些分析呢 我们看到啊 去年 今年的这个 夏天的啊 二手车啊 这个价格呢 是狂标啊 原因在于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个晶片啊 跟不上 另外呢 这个我们也看到 这个啊 租车啊 如果大家要 现在要租车 或者租房啊 住酒店啊 是价格是非标 但是这些呢 只是载持的 不可能这个 二手车和租车 这个价格永远在 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一些 如果说这个餐饮的话 其实比去年 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 也是全美国 逐步开放的 这一个月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其实呢 已经比去年同期 要下滑9% 说明了 有所恢复 但是并没有全部的 恢复到 这个疫情之前 因为 因为毕竟餐饮餐厅的话 还需要有位置啊 有员工啊 有大厨啊 这个 连大厨都请不到 那么今天的 《华尔街日报》 给出了一个 从基本面 给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呢 他说 inflation 他需要消费者 相信这个工资要涨 但是这个是 2022年的事 他说很多 大公司呢 是在提升价格 但是呢 没有考虑提高 这个工资 也就是说 未来的CPI数据 将会集中在 这个就业 这个方面 如果工资涨的话 那么一下子 这个整个的通货膨胀 就会 开始启动 所以大家要注意 现在的一些价格啊 比如说 这个二手车的价格 股东手表的价格 股票的价格 房地产的价格 它的最后的背后 还需要人的工资 这一个方面 出现大幅的一个盘神 当然现在还是非常 这个 就是大家非常的 这个debatable 都是辩论的 非常厉害 但是 我觉得咱们炒股呢 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 在这个上面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标题呢 我就是劝大家 切勿 学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啥意思呢 就是 咱们在六七八 这三个月呢 将是第三季度 第二季度的一个 应该说 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三季度呢 即将开始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大盘呢 将会不断的走高 原因在于说 我们有 这个今天纳斯达克 今天标普创了 收盘的新高 或者说盘中触及新高 今天股市啊 非常的震荡 市场也表现了 分歧非常大 像亚马逊 这个股票 就是领涨 但是呢 像苹果 像这个JP Morgan 很多 这个金融类板块 都是处于下挫的 一个走势 所以分化比较大 原因在于说 十年国债 那么如果说 这个纳斯达克 标普到穷 不断创新高的话 相信场外的资金 由于现在已经接近了 去年 四月份的一个高点 三万亿啊 所以我觉得呢 这是根据Fact Set 我每天都给大家贴一下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三万亿的存量资金呢 将会 Formal 什么叫Formal 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 Fear of Missing Out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华尔街大赌场的股票 和木头节的一些 毛票 中概股 都没有啥表现 涨的就是一些大蓝丑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亚马逊是 是涨得非常的猛啊 当然和大小股票比呢 它的涨幅呢 也不是超过 不会超过2% 但是呢 很明显呢 我们感受到这个 投资者正在追逐 这个非常价值成长的股票 想想如果说 每股盈利都达到98% 5年的一个复合增长率的话 那这种公司 即使交易在40倍到90倍的PE的话 也是很合理 OK 所以呢 这个股票一直好久没有动了 所以我们相信呢 这个随着股市的走高呢 大量的华尔街的基金的正会Formal 所以作为散户朋友 不要 当然大家听我的预测呢 可能是先看Warren准不准 以后再说啊 但是我就害怕大家可能会missing out 好吧 非要missing out 那么这一张表呢 我每天给大家提醒 这是根据一个华尔街 类似彭博的研究机构叫Factset 他们呢 根据这个统计呢 现在华尔街的存量资金呢 达到了3万亿 3万亿 去年同期呢 是3.2万亿 所以稍微小了一点 那么这个钱呢 逐渐逐渐开始攀升 当股市开始创新高 好 特别是下面一张图呢 我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纳斯达克将会疯狂的上涨 同时呢 我而言会改变木头姐的一个观点 因为我觉得木头姐的票 还会继续的疯狂的逼空 和这个由于大量的资金进场 会去把它再度捧起 好 那很多朋友说 这个老王怎么你又变了 是非常简单 咱们这个股市今年 你一定要变 不变的话你不行啊 因为股市不像去年 是属于单边的一个上涨的行情 好 下面一张图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我每天会跟大家更新十年国债利率 昨天跟大家讲 很多做mortgage的朋友呢 都会喜欢问我啊 你对十年国债怎么看 那么今年的十年国债呢 明确的下行 昨天我们给大家看这个BMO 也就是法国新业银行的这个研究报告 十年国债呢 将会向1.12到1.20挺进 这个是价格满足对吧 破位下行以后呢 而且DMI指标下行 那么这个指标呢 将是纳斯达克的一个先行指标 如果十年国债利率往上走 纳斯达克要下定 那么如果十年国债向上走 那么一些基建股都会上涨 那么十年国债如果向下走 利率往下走 那么纳斯达克就要重高 所以希望大家呢 每天锁定十年国债利率 来给自己的纳斯达克的股票呢 给一个先行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QQQ QQ呢 今天是再度刷新新高 而且我们看到DMI指标呢 是已经逐渐要接近这个定海神针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QQ呢 在这个环境当中 是非常非常有利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啊 这个标普啊 这个道琼啊 特别是道琼今天表现的非常非常一般 因为十年国债向下的话 其实最有利的就是纳斯达克的股票 而市场会从这个 很多的价值转向 转向这个高科技 金融暂时会受挫 消费者或者地产金融 暂时会出现小幅的回调以后呢 再度啊 这个补涨啊 但是呢 这个纳斯达克将是一个领先的指标 因为十年国债利率呢 是非常非常看好这个 纳斯达克啊 那我们来看这个标普 今天刷新了啊 盘中的一个高点啊 盘中的一个高点 这应该是一个历史的高点 这个是四小时图 所以我们看到它这个触及 这个历史上的一个高点 但是成交量我也说 那很多朋友说 这个不对啊 成交量在高点应该放的 放量的 我有一句话叫 行情总在犹豫中发展 对吧 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的时候呢 这个行情呢 任何一个回调都是买 今天呢 我可能走错了一个方向 走错了门 因为要回顾头来 因为我买了SPY 我买了这个KKQ 明显KKQ的表现要高于SPY 我买了亚马逊 我也买了Apple 但是亚马逊的表现 明显好于这个Apple 这个呢 可能我想的没有太周到 我也不想 想不到这个Apple 也是属于这个consumer 这个消费者必需品 我搞不清楚 为什么今天苹果跌了0.8% 所以呢 从一定程度上呢 大家要站对方向 我认为短期之内 我会尽量撤离这个SPY 回去买QQQ 因为十年国债利率 是非常favor这个 纳斯达克的股票 所以相对来讲呢 我们看到这个金融价值 等等这些股票呢 稍微要歇一段 好 我们最后呢 谈一下阿卡姐 那么前阶段呢 一直劝大家呢 要离开阿卡姐的票 那么很多朋友说 老王 我不听你的 我当时留着阿卡姐 我今天回来了 所以作为交易员呢 我们一定要相信 自己有风险 除非呢 你是做投资的 你没有杠杆 否则的话 或者你这些钱呢 是你所谓可以扔了 不心疼的钱 对不对 否则的话 我认为你要 想这个下跌空间是多少 下跌空间是多少 一定要有风险意识 所以我觉得现在 你在这个阿卡姐出现问题的时候 及早的退出 现在在买进 没有问题啊 就像我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RKT Rocket Mortgage 我会 这个高位卖掉以后呢 止损 我会在低位再去买 再去试图赚钱 不一定要非要说 我一定要赚到钱 我才出来 所以阿卡姐的这个票呢 首先在200天 他破位下行 这个大的盘整区间 破位下行了以后呢 他出现了一轮反弹 然后呢 又Pullback 弹到支撑又涨 而且呢摸上了50天均线 我觉得他如果飞上106.30呢 这个大平台呢 如果十年国债啊 要跌到1.20的话 我觉得这个大平台呢 可能会给他一个 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空间 甚至去补140的缺口 这个可能还是存在 还是存在 所以我觉得阿卡姐的票呢 大家可以注意去favor 但是现在还是要注意 要注意每个个股 要大家花时间去研究 好吧 好 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邀请大家来看一下 每周华尔街 今天呢 我们的回报率呢 是亏了700块钱 这个故事刚刚已经讲过了 但是我上周的回报率是12% 然后呢 这个全年的回报呢 是30% 我想要说的呢 就是 我个人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老师 每天做直播节目 我们尽量要少一点的 draw down 什么叫draw down 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回撤 通常我会把利润 去做一个一搏 像今天的话 我就把过去的一个月的利润 全线的杀进去 那亏的话 也就是亏掉利润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一搏的 一个大的战役呢 就像抗战一样 你一定要有 台儿一桩战役 辽省战役 各种大战役 才能打真正的打下 不能每天做游击队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呢 对于这种操作方式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加我的微信 参加我明天的直播 我们的会员呢 非常非常stable 而且非常喜欢老王的 这个直播 因为Allen 就是 Allen是我们会员里面 我觉得蛮有水平的一个 他说 老王的直播间呢 是所有油管里最佳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提醒 然后老王一起操作 今天呢 我们也做了一支 垄断的票 大家都动炉接舌 当然没有 赚了非常的多 但是这就是一个过程 当你发现这个股市当中 有很多的 毛票 或者篮筹 或者option 或者外汇 或者有一些机会 你希望有一个解说员 你希望有一个 这个解说员 来给大家解说 这个世界杯 或者奥运会 对不对 你不可能看一个画面 完全是空白的 好 这就是我的微信 大家花一点时间 然后呢 加上我的微信 然后一定要指明说 Crazy老王直播 我要加疯狂老王直播 好吧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或者周日呢 我会做一场直播 明天呢 我还是会做一场小的视频 给大家分析一下 好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